现在是早上五点半 等着摄影师酒店拍视频 要我说咱们去找他 安排他一下 你怎么沿着高沫算起来的吗 安排 安排了 走 安排 就是这个楼 现在还没有开灯 这就是小雅的沙灵 怎么满 没事 我知道他们钥匙在那 果然呐 要不许请进去 安排 走啊 起床拍视频去啊 哇 哈哈哈哈哈哈 还害羞啊 哦 没穿衣服 赶紧起床啊 怎么样 惊不惊喜意不意外 哈哈哈哈哈哈 还挺沉 今天就拍他 走 今天一大早就躺着来了 还有 二十个鸡蛋不惊讶 一个豚鸟蛋也不惊讶 一百个那个鸩鸟蛋也不惊讶 你今天来多大惊喜 还有加这个 不行姐姐真加不了 太大了 这个咋加不了呢 都加里头 加不了 这一个号 这一个号时间 你得给我加里头 少加点 我加点不行 你都在给我家里 您加了进去吗 还有您加不了东西 给我加点 那试试吧 走 片切薄点啊 好嘞 口感好 行 大火腿 我看评论下面有说 加老李的 加油 哈哈 你还有说加火箭炮弹是吧 哈哈哈哈 就快切了没你啊 这刀看着挺好啊 这刀好像那个 刀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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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刀� 800多 给老板切出200 就这肠纯肉的肠 快快快 辛苦了 这就好了 给钱 到家了 然后准备了一碗 黑米粥 加糖的 还有加糖的豆浆 里面就抹了点酱 剩开其他的都没加 就是煎饼皮 因为刚才肠闭加热 拿回来以后 我用微波炉饼 盯了一下 这哪是吃煎饼的 这是吃肉肠吗 不知道咋形容 煎饼还是那样的煎饼 然后肉肠还是那样的肉肠 这哪是整老板的 这是整我自己呢 看着脖残 这么吃比刚才那么吃强点 我感觉如果我把这个都吃完的话 我这一天不用吃别的东西了 第一团了 这样我感觉很颜值不太好看 别的翻过来 我吃我什么都想吃 心争太单调 除非味道 甚至太over 何需要更多的刺激 我的人生里 偶尔想要降低自己 结果变成惩罚 这个粥怎么吃得好 其实我感觉咱们正常吃早点的话 有两片面包 两片火腿 再加上一杯豆浆 或者是一杯牛奶 它就饱了 我们拿回这段一段 大概还得有时间 其实今天这个煎饼啊 真的应该说是豪华版的煎饼了 煎饼当中的老死来死了 但是这个肉肠啊 属食是肉太多了 嚼得塞巴有点累 还剩下这一条 干的这杯 结束今天的早点 好了 我的一大个煎饼全都吃完了 还有一碗粥和一杯豆浆 两杯豆浆 然后吃饱饱了 今天一天都不用再吃饭了 因为肉属食是太多了 好了 那今天就到这里了 拜拜 明天见